3、2、1 祝福傳遞 中山寫美 想像未來 永居追夢 將上升傳承與祝福的大球丟上台下 希望畢業生可以反風順 中山大學舉辦畢業典禮 教育部部長正因要今年以畢業生的身份回母校 和代理校長郭志文同台 開心向畢業生勉勵祝福 要把最初的理想作為我們的指南生 將良知道德作為我們的鴨倉石 這樣我們就可以不偏不倚的 持續在人生的航道上勇敢追夢 更要恭喜即將畢業的同學們 經過多年的努力 完成階段性學習 即將踏出巷門 邁向另一個人生的心理層 教育部部長正因要過去曾擔任中山大學校長 在校園任職將近40個年頭 對未來種種的挑戰 AI科技 環境永續 聚集全球政治權宜不可 從中生學習 他也鼓勵即將畢業的學生 此時保持想像力與競爭力勇於冒險 讓世界看見中山人的驕傲 我們也做出了非常多創新與變革 來應應整個國家環境的需求跟發展 無論未來的社會如何的轉變 我們的生物如何轉變 請不要忘記 要時時刻刻回顧我們最當時的那顆粗心 市長暖心喊話學子 未即將踏出校園的畢業生送上最後一課 期盼他們將這些年來在校園學習到的專業奉獻給社會 也在中山大學留下美好回憶 人間新聞網上一高雄采訪報導